大人全民平安,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 今天我们想特别为我们的星高松的retreat来祈祷 我们在8月底有个retreat来带领大家 更加认识我们的天父,也更加认识我们的天父的里面 我们的身份,何等的宝贵,我们一起祈祷 祝我们天上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多谢你 给我们虽然在居家抗疫的期间,依然能够有一个好的retreat 求助你帮助我们的planning,所有的一切 以及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求助你感动更多的大英姊妹 来参与这个网上退休会 让这个online retreat能够带给大英姊妹一个 属灵生命的复兴,让我们更加明白原来 呼实你是多么爱我们,让我们一个宝贵的身份 在你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认同 求助你是看顾,也都是赐福给这个retreat 让这个retreat能够从头到尾都荣耀你自己的命 我们今天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命求,Amen 各位兄姊妹们你好,我是陈牧师 今天很高允地和你们分享这一段灵修的时间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世界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那种分别 今天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5节 为要使你们的信不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神的大力 这里保罗讲到世界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那种分别 有一个很有名的浸讯会的牧师叫W.A. Criswell 他有一天跟一班牧师在开会 他说当一个人主日来到教会 其实他是想跟你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牧师,我知道电视的新闻是说些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看他们的报导 我知道报导的编辑是写什么,因为我每天都会看他们的评论 我也都知道那些杂志是谈论什么,因为我每个星期都会看的 但是牧师,我今天我想知道的就是 上帝有没有一些话对我说呢 如果是有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 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世界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的分别 其实讲到世界和上帝的智慧有两个方面 就是怎样去看这位主耶稣 以及怎样去看这个十字架 世界的智慧怎样去看这位主耶稣 就是说有些人他会拒绝的相信这位主耶稣是救主 就是觉得这位主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导师 就是觉得这个主耶稣是一个凡人 甚至有些认为这个主耶稣是从来不存在的 他们怎样看这个十字架呢 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罪犯的记号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十字架,我们并不需要宽恕 因为这个罪不存在的,只有罪咎的那种感觉 他们也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进化 人类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纯明,越来越完美 当我们到达一个很完美的地步的时候 就再无罪了,再无这个罪构感 但是神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 他怎样看这位主耶稣呢 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谦卑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 而死在这个十字架 他死后三日复活,后升天 他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再不是用一个卑微婴孩的身份 而是以为万皇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 神的智慧怎样看这个十字架呢? 就是说这个十字架虽然是一个耻辱罪犯的记号 但是主耶稣已经是将这个记号 是变成一个胜利和救恩的记号 跟随世界智慧的结果是骄傲拒绝这位主耶稣 是轻视这个十字架 而那个终点也是毁坏和灭亡 但是跟随上帝智慧的结果就是谦卑 就是接受这位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他 那个终点就是封城的生命和一个荣耀的将来 这里有两个极充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你会站在哪一边呢? 第二就是说你向往的是世界的智慧 还是上帝的智慧呢? 好,我们下次见,愿上帝祝福你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